各位对财税议题有兴趣的朋友您好 今天利用这个录影的机会 想跟你分享一下 102年度的售物所得 如果今年103年在申报所得税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我这个图表上写了1233点 我从13点给来跟你报告 以前的话如果说是去年卖房子 那今年的话所得税要申报的时候 那申报名叫做财产驾驭所得 那卖房子其实有卖两个东西 一个是建地 一个是建物 那这地跟物这一块的税是个别算的 比如说地这一块是土地增值税 那物这一块的话 建物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是要申报所得税这边的产驭所得 是这种情况 那这个时候在申报的时候 就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卖房它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它卖的房子里面 它的房子卖多少 土地卖多少 它都是一个价钱 那今天房子的部分 如果获利的部分 如果要申报中所税的话 连卖方本人都不知道 它大概房子是占多少 比例 所以过去以往在报中所税 这一块财产驾驭所得的时候 我们都是拿财政部的公布的趴数来推估 像我这个图表上就以大安区为例的话 假设有一个人去年他卖房子 他卖房子的时候 那个房子的房屋平定限制 假设卖的时候是200万 那大安区这边的话财政部的公告的趴数是48% 它可以怎么算呢 它就直接把200万房屋平定限制 乘上48%的财政部公布的标准 算出来财产加以所得就是96万了 那这96万 如果这个申报户 它的边际税率是40%的话 可能因此而缴了38万的税金 那过去一二十年来大概大家都是这样算 但是后来财政部在103年1月份的时候 其实他又解释了一次 这个叫做例外 这不是原则 那原则是什么东西呢 给你帮到第一点 第一点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有个案子 它的卖你的价钱是1亿1000万的话 结果当初是买多少呢 6500万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成本跟卖价非常明确 如果连税金器官都查得出来的话 他就不准许民众用这种退估的方式来申报 那这种原则应该要怎么申报呢 给你报告一下 出价是 卖掉是1亿1000万 买是买6500万的成本 那卖的时候 有缴了一些房屋中介费啊 这个收续要保留下来 假设300万 所以卖这个房子赚多少钱呢 1亿1000万扣掉6500万 再扣掉成本300万 所以实价收入 4200万 所以这个房子卖掉真的赚了4200万 比如说 那4200万并不是只有房子赚了 因为房地产就是房产和地产 那房产要占多少比重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要算一个东西了 什么东西呢 去年在卖房子的时候 如果房屋平均线是200 土地公告线是1800的话 那加强就是2000 那房屋不是200嘛 所以就2000分之200 也就是10% 所以房屋占10% 如果刚才实价的计算完之后 真的卖这个房子实际上赚了4200万 的10%就是420万 就是房屋占的部分 这个时候420万 如果编辑税只48个申报户的话 这样算下去的话 因此而缴税率大概会冲到168万 那你看得出来 哇这样子的话 税金因此而多缴168万 跟原来38万就差得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部分 税税可能会增加 但是如果有些情况 什么情况呢 可能说这个成本真的是找不到 可能这房子一二十年来 二三十年之前就只有了 印象中虽然是有情况 但是都找不到证据了 这个时候就走第二个 第二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去年卖的台北市跟新北市 也就是双北市的房子 超过8000万的话 这个时候又刚好因为 卖方或者税金机关 都找不到买多少证据的话 这个时候国家给你的报处率 哪去用 什么意思呢 卖111嘛 那假设我们赚15% 这就是国家给的报处率 那这样子的话 这房子就赚了1650万 这也是一种推算的方式 那1650万的房子呢 赚多少 刚才算过10% 所以就赚多少 赚165万 那165万的话 如果去算所得税 可能因此要缴到66万 66万也是比原来的38万 来得多一点点 这种情况 所以目前呢 受所得 受所得这一块 在报所得税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总共有三种申报方式 要特别注意 要按照自己 应该申报还是申报 绝对不能去作假 因为呢 今年开始 有可能在申报的时候 就可能会罚了 以上这个分析 请大家做参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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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